做法官 除了因为是228事件的家属 受难家属以外 我想我个人个性也有关系 我真的是对坏人是很生气 饥饿如丑 所以我想我当法官的话 对这些坏人我就可以 有权柄可以在手上 来惩罚他们 但是在报考大专临考的时候 我看见有外交系的存在 因为之前我并不晓得有外交系 所以看到外交系我就思考 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是非常落后 国家也很落后 所以我们出国的机会真的是很少 对世界长什么样子 一点概念没有 我们是生活在 尤其我是本人在清寒家庭出生长大 所以对外界也有一种好奇想认识 所以我想假如我从事外交就可以有机会 到各国去能够多增长见识 所以我就临时决定把外交摆在第一个字院 但是还是不愿意放弃 但是还是不愿意放弃司法 所以把法律摆在第二个字院 那一次联考我分数考得还不错 所以就很幸运的录取到第一字院 所以就多了外交系